嗨 我是Amy 今天用Volt APP轿车 我们现在搭车要来去IconSIM 刚才轿车是174的那个泰国 昨天呢我们这个坐地铁觉得真的是太累 因为要走一直走路然后外面又很热 所以今天呢打算要走贵府狗市长路线 直接轿车 其实这里轿车也不贵啊 BTS价格也不是很便宜 搞不好我们搭计程车价钱还差不多 又舒服 又快 因为我那时候搜寻如果我们要搭BTS 这样转车 然后又转船这样子去的话 要一个多小时 这样子舒服多了 他们这里还蛮会塞车的 而且他们这里机车是可以骑在快车道 对啊 我们昨天用轿车系统才发现 原来他们这里有机车的计程车 就是可以一个人叫 然后就会比车子便宜 可是便宜的不多 大概便宜个50块左右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 IconSIM 这个是花540亿打造的水上市场 可以进去 可以进去 这应该是展之类的可以参观 有没有到了米兰的感觉 很时尚 很时尚 他这个就是水上市场卖东西的姑娘儿 这个真的好可爱喔 这怎么那么可爱 公仔 这个大象这样子一只要250 这样很贵 怎么会那么贵 这是裤子 这是裤子 裤裙 对啊 他连这个厕所的洗手台 都好特别喔 水上市场 这个是玉米 玉米汁吧 蒸玉米一个25 玉米牛奶 一瓶40 还挺好喝的 甜品 甜品 炒饼啊 两个50 很好吃喔 很好吃 哦 野奶 哦好像是 然后他这个是果冻那种 仙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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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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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is 椰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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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所以他那个也是野奶做的东西 这个是龙眼耶 他那个跟龙眼一起煮的 这是拍照区 这也蛮漂亮的 他这个这样布置起来 你看他这里整个都是吃的 到这边 这个也是那个芒果糯米 这个烤猪也太大了吧 真的 这应该是真的啊 对 这看起来是要拜拜的吧 好大的猪喔 脆皮猪脚 金枕榴莲 啊这个是什么 这个 龙龙 龙龙 龙眼 不是不是 有点像那个 吃起来跟山主味道很像耶 肉加果冻 这样八十 嗯 然后这一个也是八十 这个就是只有椰子肉 那这个有汤 这个没有汤 这个不是汤 这个是果冻 它应该是果冻 你看 刚才买的这个 椰子果冻 八十块 还蛮大碗 它就是果冻 果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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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冻应该是椰子水 就是这种 它削出来的椰子 竟然有一点甜甜 色色的味道 可是还蛮爽口的 夏天吃的还蛮刚好吃 把椰子当杯子 他就是把椰子 它削成它当成杯子 如何 好吃吗 还不错 在这种热热的天气 吃起来还蛮爽口的感觉 炒虾子一盘一百八十太多 不同size的龙虾价格不一样 220 烤半鸡 它这里好像都是吃鸡跟猪 比较多 3颗299 这样算便宜 他们好像蛮喜欢吃烤的 像我们看路边摊也很多卖烤的 还有烤秋葵 你看烤秋葵 烤干贝 150一串 我觉得这里的东西 一定比路边摊贵 因为这里是百货公司 这个应该是你点了 它才帮我们煮的那一种 炒面 炒泡面 炒饭 这个类似炒泡面的餐 点了之后它现场翻米炒 不过我们吃了之后觉得没有很好吃 来这里点一杯泰式奶茶 湾太屁 五十块一杯 五十块一杯 它是泡好的 炒饭 这是很有名的猪贝奇排骨汤 它有分不同大小 点它们这个排骨汤 锅只要五十块泰铢的押金 这个一百五 这就是一般的那个排骨的汤 猪贝奇的很大 一盆两百八 这个爱空信百货公司真的很大 可以让你逛到脚很酸 我们逛没十分之一 这个椰子片是泰国币满伴手里 这个蜂蜜一瓶三十八 牛乳片是十八 这就是煮泰式奶茶用的 这怎么是直接泡的 除了一些有名的品牌 它们也有一间纪念品店 我们也在这里采购了一些纪念品 在百货公司里面卖车 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马沙拉蒂 也有卖保时捷 这一台模型4159块 这一台4159块 这台比较贵 这台5147块 我们现在来到了七楼 这个是泰国最大间的星巴克旗舰店 门口有一个超大的星巴克杯 他们有卖写着泰国的星巴克杯 不过其他的东西就大同小异 咖啡的价格跟台湾也差不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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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这里喝咖啡 就可以看到独一无二的河景 它的河是黄的 有很多人在这里拍照 这里的星巴克还要给这个 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船在那里开来开去 哇这个拉货的船也拉得太长了吧 我们现在正在这个招拍椰河这里的河板 喝咖啡 董事长正坐在这里喝 咖啡还喝吗 也很高级对不对 然后还可以边喝咖啡边看着河景 在这里边喝着星巴克 然后边看着河景 现在是下午5点多 我们从百货公司那边排队上计程车要回饭店 现在是巅峰时间 真的非常塞 我们搭了一个半小时才回到饭店 花了320泰铢 我们早上去的时候才大约花了40分钟 体验塞车也是旅行的一部分 接下来我们要去觅食吃晚餐啰 这里看起来就像台湾的那种夜市的感觉 都是卖小吃的 只是他们的地方可以做 可以找来一个墨里面做 好吧 这里好几餐都在做美甲 这里应该蛮流行美甲的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汤位就在做 我们来到Saintree The Movie Plaza 这个墨里面的一间越南餐厅 我们今天晚上是吃这个越南餐 我们点了一个这个是猪肉米粉 然后我点这个是应该是越南春卷 我看还有给这个沾酱 我都知道是沾酱好不好 花生酱 这是酸辣的 这是辣的比较酸辣的 好吃吗 他们这里的餐厅水都要甜 他们没有提供免费的猪肉面馅 他们这里的这个面馅还蛮好吃的 我还蛮喜欢它的味道 有点甜点的 但是味道不错 也不会辣还蛮好吃的 然后像这个越南春卷还蛮清爽的 我感味蛮喜欢的 刚才吃酱就花了268块 这边有很多这种就是单人计程车 骑机车的计程车 在回饭店的路上 我到Seven买一杯他们的已经泡好的自助奶茶 要自己按冰块还有奶茶 然后到柜台结账 带回饭店喝了之后 我个人实在觉得太甜了 这集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跟着我一起爱生活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